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双举名上举足以降终 一万一新大陆戏那中 老是白鸡 天龙一江城 各位善心大德行事同修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非常难得天下一家亲来到了环球科技大学 观光餐饮旅馆系 当然真的喜临环球作为一个主题 带入整个课程的核心 让更多有兴趣的同学学生们来加入餐馆系 而且能够喜得一技之长 为未来打造美好的前程 为大众服务贡献出智慧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主任呢 要来帮我们介绍一系列有关于咖啡园的事情 好谢谢师姐 那有关咖啡园应该它缘由在我们有咖啡的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都是偏重在咖啡的调制技术面方面 那学校种植了有300多克的一些咖啡树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同学深化 对于咖啡的专业知识的了解 所以我们也把咖啡园的一个栽种的技术 采豆培育 一直到采下来豆子的烘培 那把一系列的课程都纳入在咖啡的相关的课程里面 那希望同学不但可以习得如何调制咖啡 也可以认识咖啡豆的生长的状况 甚至于说它可以管理咖啡园 那更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 咖啡园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可以跟谷坑地区的咖啡的咖啡园 可以做一个连结 那我们也聘请咖啡栽种的班长 可以担任我们的业师 那一起来把咖啡园的管理 那咖啡豆的知识 可以让同学更深入地去了解 是 听起来非常的吸引 那我们就请主任带我们到咖啡园去了解一下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你看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果实啊 比如说现在有红色有黄色的 那其实只有红色可以用 这些黄色的果实它是还没有成熟的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一年要开五到七次的话 五到七次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把一整年的整个果实 等它成熟之后我们才能采收下来 这样子 牛老师 你好 我刚刚看了这么多的学生坐在这里 听老师在讲课 这只不过是一个咖啡园而已 有什么课讲了那么多他们听得那么津津有味啊 其实我们云林古庚这边啊 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日记时代就种咖啡 那所以学校也很推广这一个在地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所以他们这边有种植了咖啡 那我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第三代咖啡农 那所以就有来跟学校配合 再把这个整个有关咖啡的生命周期生理习性 那怎么去修剪它 它的开花结果 那包含它的一个采收的后置处理 修剪有关系吗 跟它的收成有关系吗 是是是非常大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其实牛老师刚刚我看你教学这么认真 我现在仔细一看 真的是一大片的咖啡园 对啊 这边有三百多棵 哦是哦 我还是第一次到咖啡园来 对对对 那所以说学生来学习这些咖啡园啊 咖啡豆啊 怎么修剪啊 对它以后有什么样的帮助 嗯 这一块我到以现在 以现在的咖啡厅啊 在我们早期的话 其实咖啡厅你可能只会调制 是 或者会冲煮 是 你可能就可以开咖啡厅 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客人的话 他问说 哎那个老板你这支咖啡 它是什么品种 哎 锁不出来 是什么品种不知道 对对 那它的采收后制 它是怎么处理的 也不小心 也不知道 那烘焙的过程当中 你又是用的是 浅焙中焙或者深焙 是 所以它包含它的品种 包含它的后制处理 包含它的 比如说它有分水洗 日晒 密处理 哦 那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是 那还要搭配它 不一样的处理 搭配不一样的烘焙 搭配不一样器具去充煮 那才能完成一杯咖啡 哦 所以说 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是 所以以前其实 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有想说 我要开咖啡店 是 但是我后来发觉 现在听你讲 还好我没开 因为我完全不懂 是是 对对 是 所以说 学生来学习这个 有兴趣吗 因为太阳这么大 我看它们都带斗笠 其实它们不是对咖啡树有兴趣 它们是对咖啡厅有兴趣 是 那既然对咖啡厅有兴趣 我们会希望说 它们除了会冲 会煮以外 包含会烘焙 包含咖啡树长什么样子 至少你要知道吧 对 咖啡豆长什么样子 那它可能要几颗 我们才能煮出一杯咖啡 或者 它的一些习性 是 比如说 它一年开几次花 对 开几多花 那一年的产量有多少 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 那我们来跟客人去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内容的 没错 所以说 咖啡不再说什么连锁 你多么大街 你多么会冲跑 但是 它来自哪里 它是怎么样 去照顾它 是 怎么让这个咖啡树 可以长得更好 这个都有学问的 所以我就不打扰老师的上课了 老师继续上课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呃 原则上啊 像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的 这个就是地 呃 它会变成主干 对不对 那这些主干 它是多余的 这个我就不要 把它剪掉 对 直接剪掉 就抽该了 诶 来 对 没关系 对 大概是这样把它剪掉 那像这根 我们也是不要的 这根 那我们大概要往这个地方剪掉 对 对 把它拿掉 至少这两个拿掉之后 你们不觉得说 诶 它比较通风 那它比较通风的情况下 它的病害跟虫害 它就可以降低了 所以至少我们 剪了两根之后 我们站起来又看 诶 原来这边就是刚好很通风 那这边我觉得说 不会太多 像这根也可以把它剪掉 这根 对 好 这根把它剪掉 这根也剪掉 这根 好 这根已经受伤了 这根把它剪掉 好 这里有没有又更通风 所以更通风的情况下 它的病害虫害就会降低 OK 刚刚我们在园区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咖啡树 咖啡果实 那咖啡果实 它要到烘焙这个阶段 它需要有分很多的过程 那很多过程 比如说 我们刚刚有看到红色的果实 红色果实 它必须要把它的 整个外皮去掉 外皮去掉之后 它有一个去皮的机器 那去掉我们还要经过曝晒 曝晒的时间 它需要大概将近 要五到七个工作天 那晒干之后 我们要烘焙前 我们还要把它的壳去掉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豆子 这些豆子 就是咖啡的那个内果壳 我们已经去掉了 去完内果壳之后 我们还要去经过分挤 分大小壳 分挤完之后 我们再用人工 把这些瑕疵豆把它挑出来 这些瑕疵豆 它里面有病害豆 它里面有病害豆 有虫害豆 有胃熟豆 甚至它有一些破裂豆 这些豆子就是 不好喝咖啡的来源 所以你如果不把里面的 所有这些瑕疵豆 把它挑出出来 我们喝到的咖啡 就有杂味 异味 美味 不舒服的味道 OK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一支豆子 我们要把它放到 我们的烘焙机里面去烘焙 那要烘焙前 我们还要注意哪一些东西 第一个 咖啡豆从哪里来 它的海拔高度 它的硬度 它的密度 它的干湿度 你要搞清楚 那你才能判断说 哇 我今天要用这台烘焙机 去烘焙它 我的火 我要用大火 中火 小火 那用这样子的火力 会导致它的风味 跟口感会不一样 比如说 快烘 慢烘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酸 还是苦 还是甜的 所以你们知道 酸跟苦跟甜 怎么来的吗 知道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烘得 比较浅焙 它的咖啡的果酸的味道 就保留比较多 所以它的酸度 就会比较强烈 那如果我们烘到中焙 它本身的豆子 它的酸度就会降低 它的甜度会提升 那如果我们烘到 比较深焙 它本身的豆子的 一个甜度跟酸 就会下降 它的苦味就会拉升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刚 把这个咖啡豆 倒进去了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温度 它的温度 比如说我们设定的温度 是在205度 那就表示我们这一次 豆子它的整个一个温度 要达到205度 像我们现在 它现在在烘焙 在烘焙的过程当中 前段就是所谓的脱水 它的含水量都有12%的含水量 豆子里面的含水量有12% 这12%的含水量 我们丢进去之后 它会开始吸热 那吸到这些热之后 这些豆子的水分 是不是从12%的含水量 会慢慢慢慢的下降 它下降到3%到5%的时候 我们还会听到这个咖啡豆 会有爆裂的声音 那爆裂的时候 我们刚刚豆子丢进去 它经过爆裂之后 它的体积会脏大1.6倍 但是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下降 下降了之后 我们的整个咖啡的重量 就会下降 所以原则上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一般 我们如果烘焙豆子是1公斤的话 那我们都要打大概0.83% 它会损失17%到23%左右的 一个重量的部分 这个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咖啡 比如说我们有看到这个颜色 还有我们要的温度都到了 我们就是有分浅焙 中焙 深焙 那我们现在看颜色 是我们要的一个颜色 大概我们现在的颜色 大概是属于中焙 中焙里面还有分浅焙跟深焙 那我们现在是 中焙里面的浅焙 那我们就准备下豆 OK 这是我们整个烘焙完之后的咖啡豆 我们刚刚的温度有接近200多度 200多度 我们为什么底下要有一个极速的冷却盘 这个冷却盘就是要让200多度的整个咖啡 它的温度直接从200多度下降到30度 那如果它有下降到30度 它可以把什么东西保留在里面 它可以把咖啡的香气保留在里面 所以同学每一个人可以拿一颗 都拿一颗 稍微闻一下 闻一下 来 都拿一颗 好 拿完之后 来 我再把它捏开 你再闻一下它的味道 来 刚刚本来是没有味道的 那你经过把它捏碎之后 这样子咖啡豆的香气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急速冷却 急速冷却就是要把咖啡豆的香气锁在里面 它的用意就在这边 所以这边制造一下 大概是这样 在环球科技大学观光餐饮旅馆系的咖啡园 是咖啡园和咖啡豆的管理 结合谷坑咖啡豆农业产销班 协助管理与教学 务实咖啡园学习与体验 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 就是杨毅腾杨老师 刚刚才看到你在咖啡园 现在又进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 这些的机器是什么 红焙机 红焙机 对 我看老师 对咖啡园的管理跟咖啡豆的管理 都非常的熟悉 那为什么就是说 什么叫做咖啡豆的管理 在咖啡豆的管理这一块原则上 我们会讲到整个包含品种 跟咖啡园区里面的管理 那整个咖啡园里面的管理 它就是包含一个整个 修脂检验 并从害防治跟施肥管理 它就会决定咖啡大部分的品质 那这些东西你做得好 我们的咖啡豆从树上采下来之后的一个整个后置处理 它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个咖啡豆 所谓的咖啡豆管理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园区的整个管理这一块 其实咖啡豆有好有坏 对外行人来讲都不晓得 不过我想就说请问一下刘老师 那学校怎么样跟我们这些种咖啡的产销班来结合在一起呢 其实我本身就是农民 那我也是第三代咖啡农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云林谷坑这边 比如说我们谷坑咖啡怎么来的 谁引进来的 我们也希望去推广给不管是在地的人 或者外面的人去知道这件事 比如说我们1936年日本人是在荷包山 谷坑的荷包山 种植80公顷的一个咖啡的一个面积 那所以我会说我本身是第三代咖啡农 所以学校如果有意愿在这个咖啡的推广 还有咖啡的知识跟尝试这一块 我们就很乐意来跟学校里面去做一个配合 所以我刚刚看在咖啡园呢 学生他们学习非常的专注 尤其我们知道就说这些咖啡术 也要是必须要经过管理 那整个咖啡豆的形成了以后 那这些咖啡豆的管理 我看学生他们学的都相当的有兴趣 所以说在你 因为你也是产销班的班长 所以说你觉得说 我们这里环球科技大学 这些观光餐饮系的这些学生 来学习他们的学习的态度 跟你个人的看法如何 其实以学生这一块来讲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他非常的认真 因为我们都有跟学生去讲说 其实开咖啡厅都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 那现在的咖啡厅不是你只会冲 只会煮 那你必须比如说我们的客人 如果问到你说 你的咖啡豆从哪里来啦 它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啦 它是什么品种 包含它的一个后置处理 包含它的烘焙 它的这个整个所有的过程 它本身就是说我们一个咖啡庄园 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 那我们把这一些 我们本来在做的事情 就跟这个学生去分享 那这些学生 他除了可以看到咖啡豆咖啡术以外 我们让它更深度的去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咖啡树 它还是需要修脂检验 它有什么病害 有什么虫害 包含它的怎么施肥 怎么管理 这个我们都会跟学生去分享 不一定要让他们学到很深 但是要让他知道说 原来这个咖啡豆 其实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就会很珍惜这一块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环球科技大学 其实在我们的观光餐饮旅馆系这里 这个咖啡园 咖啡树就有三百多棵 对 哇这个算多不多 比一般来讲 就我个人 我的庄园有三千多棵 那如果以学校来讲 教学的 对教学来讲三百多棵 其实算是蛮多的 是 学生很有福气 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要学习到东西 你真的必须要深入其境 而不是说书上看一看就解决了事情 因为这毕竟跟现场你做学习 还是差了一大截 是 那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现在很多人爱喝咖啡 甚至有一些咖啡的制品 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 如果说学生来参与这个课程上课的话 学生他们抱持未来的这个远景 到底会在哪里 OK 其实如果以整个在咖啡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他的愿景跟他的一个前景 他本身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咖啡 它是属于一个庄园 那这个庄园 因为我们有种咖啡树 那所以你看 比如说一般的顾客来到我们的庄园里面 喝这杯咖啡 他会想要知道说 这个咖啡 它的咖啡树长什么样子 它的咖啡豆的来源 后置处理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觉得说除了会调制以外 比如说包含咖啡它的调制 它的拉花 它的比如说有很多样的一个 那个特调的一个咖啡的部分 其实它都是要结合在整个庄园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学的会更加的丰富 对不会只是表面的 或者去充足的 你可以跟人家谈得很深 比如说全世界咖啡从哪里来的 台湾咖啡又是谁引进来的 那谷坑咖啡有什么品种 它的烘焙的程度 大概是烘焙什么阶段 所以我觉得它是更丰富的 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 进到我们的庄园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是 没错 您刚提到这个就是说 我曾经到咖啡店去喝过咖啡 可是拉花拉的是 我认为如果我像刚刚有看到 学生他们咖啡拉花的话 还差了一截 不说就算了 咖啡的味道真的喝下去 真的感觉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要有好的拉花 其实要有好的咖啡豆来做配合 是 哇 太好了 所以说想参与我们环球科技大学 观光餐饮旅馆系 来做学习的朋友 那您一定要做好选择 真的 一定呢 公寓善其事也必先利其器 好的环境 好的学习 我相信您可以学到更多 今天谢谢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 感恩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